张善政在今天又报了 抄袭风波 那个计划主要的目的是要收集整理国外农业电子化的新发展的资讯 介绍给我们农委会底下很多研究单位 这个计划不是一个论文研究 也不是要我们去开发出什么农业的新技术 而是把国外县城很多新的农业电子化进展 介绍给我们国内的研究单位 所以性质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我非常骄傲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而现在却在选举设备拿出来抹黑 我非常不能接受 现在民调领先的张善政竟然也爆出抄袭风暴 怎么回事 小玉 先讲这个案子是今天《镜周刊》爆料的 这个事已经发生在2007年 距今已经是15年了 那那个时候2007年到2009年张善政 他是担任宏基的副总 那我有去查一下就是他当时在宏基 那时候是负责有点像业务的工作 所以他就是去跟农委会 就去包了一个叫做这个 这边 这边有写 叫做农业电子化发展策略分析与规划 好 那我必须讲这个 其实他做的就是农业 台湾农业电子化 但是你是分析跟规划 那我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政府需要这种外包的这个案子 因为他就是需要包括这种外商 然后厂商 然后他去收集一些建议建言 给政府可以做一些改善 你有什么实质的这个部门的 这种改善的这个东西 所以并不是像张善政讲的 就是说你还要 这个只是资料的收集什么 因为这还有含分析跟规划 好 那问题来了也没关系 好 那这个案子总共有分三年 是2007年2000万 2008年2000万 2009年1700万 所以三年的案子 总共是拿了5736万 我有去问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 农委会那你叫五级 5000多万 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个案子 事实上这不是常态 这个是个非常罕见大型的案子 你像其他国科会 或是其他的部会 大概成这种研究案 大概都是几百万到几十万 比如说5000万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案子 那这么大的案子出了什么样的疲漏呢 主要有三点 第一个点今天被周刊指控 它是有五大抄袭手法 那五大抄袭手法 第一个它先抄的是商周 那商周的部分的话 它举了一个例子 因为它下面有11个子计划 11个子计划当中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就找几个 第一个是包括什么 日本农业应用线性的这个 这个日本农业的这个电子化 它抄的是商周 那商周呢 其实它总共抄了1000多字 1000多字 那你看它很夸张 1000多字的部分 是连金碳号 跟这个标点符号 金碳号 它全部都抄得一模一样 你有比对吗 你有比对它真的连金碳号 标点符号都抄吗 周刊有全部都比对出来 它有把所有你看 它这个周刊的什么红色的字 绿色的字什么的 就是一字不差的全部比对 抄了1000多字 那你抄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人是引用 可是它这个完全没有引用出处 它只有引用说 只有引用商周的一张图表 但是你引用人家 你抄了1000多字 你连出处来 所以它有没有说出处是商业周刊 它只有说商业周刊 它只有说我引用其中的图表 但是你里面的内文的1000多字 一模一样 连金碳号什么都一模一样 它一个字都不提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它这个抄的部分 它还抄哪里 它最夸张的是抄农委会 你领农委会的资料 做农委会的报告 结果你去抄农委会的资料 那坦白讲今天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网友动作很快 马上就说这叫做 善的循环 善的循环 什么叫善的循环 就是你跟农委会申请标案 结果你就去抄农委会的 这个文章写报告 最后你还跟农委会领钱 这是不是就是叫做善的循环 善的循环 那坦白讲 你农委会我给你五千多万 结果五千多万 你来抄我的这个资料 我的报告 那我干嘛给你五千多万 你给我五十多万 我抄农费的不就好了吗 那我觉得农委会 真的也满瞎的 好 那第三个它抄什么的 它其实有抄外国的 这个外国的 外国的这个政府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就是包括上荷兰 2001年到2012年 有个什么国家农业长期规划 跟发展政策之研究 它是直接翻译荷兰政府的网站 而且又没有出名出处 那还有就是有被指控 抄什么香港的这个网站 也有抄一些中国的期刊 那这些东西是属于 它包括翻译的部分 翻译部分你又翻译的不顺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五千多万到底是在干什么 好那回过头来 那你一定会觉得说 那这些省院委员是在做什么的 那难道你这个五千多万 你这样交出去 就这样可以吗 可是我必须讲 我有去问过 2010年你才有这种论文 或是说这种文献比对的 你可以进去拿去电脑扫一扫 那我刚刚讲过 它这是2007年到2009年的案子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比对 你没有办法去 那个直接去扫一下 所以那时候还是属于人工 那你没有办法去一个一个查 那今天又爆发出一个最扯的 我跟你讲 它刚刚不是讲说 它这个案子分三起吗 2007、2008跟2009 分别是2000、21700万 它现在问题出在最大是 2009的1700万 那个只有六页 六页 然后你可以拿到 六页领1700万 1700万 而且完全没有公布出来 那你没有公布出来 你就可以领1700万 天啊 你这个是相对论吗 那一般这些研究报告 不是都可以下载吗 它偏偏这六页 这神奇的六页 就是完全没有公布出来 所以这1700万的这六页 我们是没办法下载 你不要问我说可不可以比对 我跟你讲 大家都可以去比对 因为这个案子呢 它已经挂在农委会的网站 已经挂很久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 你可以去比对是 今天周刊也有写出来 它是超哪里超哪里 完全一目了然 只有最后这六页 1700万这六页 我真的很好奇 它是写宇宙大爆炸还是什么的 竟然字字千金 而且你不公布 所以这个是非常奇怪 今天 那张山正今天已经提告了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奇 他去告郑文燦 他去告郑韵棚 因为郑文燦说他A钱什么的 那个是林涛去告的 对 林涛 林涛代表张山正的阵营 这个部分 那他独独没有告周刊 我也是觉得这个地方蛮奇怪 这是不是抄袭 我现在讲一件事情 因为林志坚的那个抄袭 大家就开始对抄袭有兴趣 那在学术界里面的抄袭 是林志坚的部分 它是copy完了以后贴上 是 所以他被视为抄袭 那个是绝对 因为他没有写 没有记论述 那今天张山正的这个案子 来说我先跟你讲 2007年到2009年 基本上刚好是跨了民进党 又到国民党时期 他不 这里面应该没有 这个政治的一个意涵在里面 那这里面来讲 这个研究报告案你要提交 那是要经过一定的这个审核程序 包括你这个农委会要去接受 你农委会不接受的话 这个就退回去了 要改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 我要讲农委会 农委会是必须出来讲 而且包括是哪些人 来审查他的东西要讲 这是第一点 那是审查端 第二个我要讲一件事情 没有人在写研究报告的时候 你不去参考资料 今天来讲的话 你讲得很好 他有从荷兰里面去抓 有从哪一个地方进去抓 因为农业电子化 是比别人先做的 那农委会现在推行到哪里 他也必须去讲农委会 这个推行到哪里 他写清楚出处 假设他的出处没有写得很清楚 基本上叫瑕疵 你不能讲说这个叫抄袭 教授不好意思 这个是他不管是契约也好 我不是在为他辩护 或者是这个研发 他这个农委会有一个规则 研发的成果跟内容 不得有抄袭跟票窃 这个是契约里面宰明的 而且农委会有写 但是里面有被认为那是抄袭 你就是不能抄袭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引用出处 他不是只有当中那个 他连很多的网站他都没有引用 但是我必须讲一件事情 农委会为什么当时去接受 而且你现在所讲的说 他本身用六月 可以领到1700多万 那我认为那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要对外 一定要做说明 那我们必须讲一件事情 他一个是一个研究的团队 那到底是谁应该负责哪一块 谁提出来 谁提出来 因为都有不同的教授 提写那一块的 所以怎么提 这个来讲的话 张三胜要去对外做个说明 我想不是我们现在 讲说抄袭是抄袭 就我个人就目前来看 那不能算是抄袭 好来 事为这对张三胜的血情 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先说明一下 绿云因为林志坚论文门事件 球场门事件 他现在退选了 然后民进党现在有选情 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他现在在打雾结战 你今天讲说林志坚的一个 台湾大学的论文 还有中华大学的论文 抄袭 不是涉嫌抄袭 抄袭定案 这是台湾大学认证 这是中华大学认证 你说张三胜 他当时在宏基的一个公司里面 担任副总 他的一个研究团队是12人 那因为张三胜他是这个主管 所以说他负责挂名 团队负责 但是他是由宏基公司代表 跟农委会来做这个委托的 研究报告 那你今天如果说有什么样子的 一个瑕疵或什么事情 你把它比作论文的一个抄袭 我讲坦白了 我刚刚就讲 论文是中华大学跟台湾大学认证的 那请问为什么今天林涛 他要去告郑文燦 因为你肯定的讲说 张三胜这一个宏基的一个委托案 他是A了政府的一个公堂 你有什么证据 是你郑文燦认证的吗 还是农委会认证 农委会包括了陈其中 还有苏貞昌院长 他们针对这件事情 他讲说他们还要再了解 这是官方的一个委托部门 而且林涛安教授刚刚有讲 2007年 2008年 横跨蓝绿执政时期 今天你不要只有讲就是六业 他这个研究报告上千页 他今天不只讲说你收集资料 还有包括了各国的考察 座谈会办研讨会 甚至于实验的机制 还有跨部会的沟通 发行电子报 系统开发农委会相关计划 腐朽等等 这是很多的 这五千几万 不是只有资料收集 你可以讲说他的一个资料收集 有瑕疵 或者是讲说刚刚小玉讲的 你有违反诸作权法 这都OK 但是今天他不是只有这六业 就能够拿到五千多万 我相信他是长期累积下来的 那我讲嘛 他是整个三年累积下来 这一个案子总共五千多万 你今天不能只说六业 他今天总共加起来有上千业 那问题是现在选民队 大家刚刚讲说2007到2009 当时横跨这个扁马 那个扁时代是苏嘉全 然后那个马时代 那个是刘兆玄做院长 然后陈武雄做农委会主委 可是就我们今天去了解 他2007年是拿到标案 他真正开始出问题是2008 2009 开始陈武雄开始做农委会那边 因为那个2007等于说 扁那时候快下来了啦 对 他真的是拿标案 你今天周刊说他抄袭 开始出问题的时候 是2008年开始的啦 所以到底这个事件 会不会对上下的选情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后续民调会告诉我们数字 那么还是回到保清兄 你提出的第一个证件是年轻人买房 投旗款政府付 对 你因为年轻人是你的主力选票 然后你开出一些有利年轻人的政策 无可厚非 但是我说实在 两声不是小数目 政府帮年轻人付两层投旗款 集队到以来 我跟你说 创新才是穷人家的核子弹 创新是穷人家的核子弹 新的思维嘛 钱在哪里 桃园铁路地下化 张三正最后问我一件事情 400亿高价变成1000亿地下化 钱哪里来都600亿 我告诉张三正 车站有七个车站盖起来 我跟你保证赚3000亿 他们说对好那我就改地下化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年轻人不是说 我们去讨好年轻人都不是 是问题年轻人面对了这么大的困难 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 对不对 我去买租房子 我可能一大部分的收入就放在那边了 我怎么去结婚 怎么去生小孩 所以我们政府要帮他忙 钱哪里来 我都想好在这里 在哪里 政府不是有融机管制吗 是 我只要把提高一点融机 把提高的部分把它成立基金 20%给年轻人 就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政府卖融机吗 是这个概念吗 不是卖融机 就是政府提高的融机 把增加的钱不是放在其他地方 不是放在口袋里面 我们就直接给年轻人去用 我现在再讲个清楚一点 这个建商在这里盖房子盖八楼 对不对 我政府给你盖十楼 是不是多了两楼 多了两楼 对不起你一定要一楼给我 来成立基金 这一楼就是一千万 自卖管是两百万 二十% 所以你就可以帮五个年轻人 有人讲说 这样会造成通货膨胀 房子涨价 怎么会 年轻人通通有房子 房子会涨价吗 所以这个钱也不是只有给买房子的人 对租房子的人我们要照顾他 十一住行 十一住行育乐 这六个里面 人类最大的满足在哪里 在住宅 所以为什么我最早 我在第三届当立委的时候 我就提出住宅法 那住宅法是我提的 那你说什么 就是帮年轻人 他可以报税 他租房子政府要照顾他 好 现在这个出来以后 我告诉你 年轻人就买得起房子 他就会生根 对不对 他就敢结婚 敢生小孩子 所以生小孩子 我们的一友的津贴 也是我在立委院坚持要通过 我拜托所有在野党帮我忙 通过了以后回过头来 拜托赖清德当院长 一定要执行 你们讲了半天 国安危机做不做 后来赖清德对要做 所以现在一个月有五千块 不是说我在争功劳 我只是告诉大家讲说 年轻人的困难就是社会的困难 社会的困难就是台湾的未来 所以我们要让年轻人 有希望有未来 我不是说我在台湾实施 我们期待全台湾都实施 用容积换住宅 我已经修法修好了 你知道吗 好了 品杰来讲一下 因为品杰是年轻人 对 我针对这个民生经济的问题来讲的话 其实我有把这个问题 在反问委员这边 就是说你要青年 这样子的农积换住宅 逻辑性是什么 但是他可以把一个逻辑性 讲得很清楚 不是开票 不是说我今天为了要选举 就开了很多支票 而是希望说青年以租代购 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说这样子来就解决说 我们未来是从监督 他也不是以租代购 他现在是要帮他买房子 对 但是年轻人要付这个投机馆 是由政府来协助这个部分 对 他现在是希望 年轻人都能够有 我认为这个议题呢 我不能决定说 他是不是完真的 但是我能去监督他嘛 监督他到底有必要做 你还要删掉下来当监督他 他也还要删掉啦 你两个都还要删掉下来 一定要监督他的 对… 好 来 世伟 来 民友来谈一下 在地的选情 对 我比较好奇两件事情 现在政府也在推动 社会住宅跟青年住宅了 那这个会不会有冲突 第二个是 这个才是重点 有人问你有拿中国的钱吗 到底有吗 来 我现在很安排的说 你以前是包装的 其实你要问这个 对… 这比重量 这比重量 到底有吗 我也很好 这跟手杂说你都没拿吗 我如果是拿一家 不要说多少 一家人就好了 一家人就好了 来 我退险 终生不再重生 不是只有退险 我再给大家手杂 我不得好死 我敢不信共产党 可是维凡 你不觉得民进党这样很痛 我真的说 因为哪不同言论的都打成重 对… 现在不是 昨天郑知道了 也是修理我 用郑文燦的言论修理我 说我数十 %数又不相同又要算 这都说不算 我跟他的所有的对话统统有 好 我现在说多回去 其实建栋的时候 很多人犧牲 对不对 犧牲算 我也知道我这次参算 也是要犧牲 打击 抹黑 擦水表 戴红帽 甚至人格的毁灭 都会出现 但是我都想好了 我就是面对了 这次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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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参与了